舉止辛苦了 不要背鍋 你為柯文哲奉獻青春時間過老 幾乎全年無休 你們家也不缺錢 這個是他寫的 二點三億 三點一億 都只是零頭而已 不需要為柯文哲 離鄉背井 我不知道數字是什麼意思 二點三億 三點一億 反正就是 他的意思是講說 舉止很辛苦 你們家也不缺錢 然後這些數字對你來講 也不是很大 那他知道他就為了柯文哲 全年無休奉獻青春 他希望他能夠回來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他的朋友嗎 就是把錢保管好 有可能的這個數字 有可能 透過你傳話給他 也就是... 對啊 這個人是誰啊 怎麼可以講 老平哥你剛才笑人家北檢 你的問話技巧更糟糕好不好 我講一個簡單的啦 他們一直在講司法追殺 檢調的新聞辦案 我跟你講 退黨的人 離開市政府 離開民眾黨 對他們失望的人 都跟三一樣 公開的會上節目的 就Grace跟張藝善了 私底下難道都沒有人 你以為他們一退出民眾黨 就直接遠離台灣了嗎 這些人多的跟... 多如牛馬啊 拜託三百多人投給你看 現在算幾% 那些人哪一個人 不會想要講你們的事情 這個公開信 我們現在拿到完整的版本 但為了保護當事 我們把它重置了 內容就是我們這個螢幕上的 他跟橘子喊話說 橘子 你為柯文哲奉獻青春 奉獻時間 過勞幾乎全年無休 不缺是指錢不缺 他說橘子錢不缺錢 對 2.3億3.1億問號 零投而已 勸橘子不要背鍋 我對這個2.3億跟3.1億非常非常敏感 這2.3億跟3.1億顯然不是橘子的 對不對 他的語境是說 這些錢對你橘子來說是零投而已 你不要把柯文哲背鍋 那好啦 如果橘子身上有一筆錢 那假設是5.4億就寫5.4億啊 為什麼要寫2.3億3.1億 就是兩筆錢 一筆錢2.3億 一筆錢3.1億 當然這公開信是真來假的 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要帶檢方來查證 可是假設是真的話 我嚇死 因為確實 我們來講阿伯拿214萬是太少 對不對 確實金華城變了兩次的公關費 一次公關費是幹嘛呢 2.5億加1.8億 就是我們熟知的4.3億的公關費 這裡面有4千多萬給印曉威對不對 第二次公關費 這邊報導講到5億 可是你說是4.7億 所以算比例 一次4.3億 一次4.7億 市長拿2.3跟3.1 不是剛好而已嗎 可是重點來了 因為這件事沒有人可以證明 可是你說橘子真的是幫阿伯取錢的那個角色 他精手啦 我直接那麼精手 他精手你講那麼絕對 你平常是很保守的 我平常問多好哥 多好哥你不知道都說不知道耶 因為人都在台灣 就在台北 誰在台北 就給錢的人啦 但是有一個在海外 有一個在海外 那麼講 因為不是剛剛不是講星光大道嗎 對 很多人不知道 你看到那個橘子 他們以為他是小男生 就是喔喔喔喔 對啦 你說小男生也說得通 因為那個見面人的時間不會很長 對 然後他可能也不可能講話嘛 也不需要講話 對 他去到現場 就是拿到東西就走 對 拿什麼東西 你就應該知道了 對 那為什麼要講 從星光大道開始講起 我把這個故事完整的講一次 其實要完整講喔 大家不要轉台喔 剛剛前面沒看沒關係 從下一開始 什麼沒看沒關係 大家都已經看過了 兩個小時要轉時收看 前面都看過了 前面沒看沒關係 後面不能轉台 我把這個次序 因為這個有時間序的 那個星光大道不是有三個大老闆嗎 其中有一個人 跟柯文哲 那時候好到不行 非常的熱心 熱心到就幫他 call飯局 call一桌 然後介紹企業主認識 其中有一次的時間點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在場 我必須講我不在場 但是那個時間點 就落在2020年 還是2019年 台灣民眾黨要成立 那柯文哲 因為台北市市長 就跟他們講說 因為要成立黨 希望大家幫忙 柯文哲直接開口 然後在介紹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人 因為有官司在身 是 有官司在身 他第一次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 就對柯文哲講說 欸 市長 我有點黑喔 我有點黑喔 我有點黑嘛 因為有暗子嘛 還提醒 因為有暗子嘛 對 就柯文哲說 沒關係啊 你黑歸黑 前置藍色就好 聽說有擁抱的動作 還有擁抱 你想想看喔 柯文哲不是說他有亞斯伯格症嗎 對 然後他可以擁抱 他還跟人家hug give me hug 他會hug別人 我聽到我朋友告訴我的時候 我嚇一跳 我怎麼想去柯文哲擁抱 好 那 那因為 就吃飯的目的很清楚嘛 是 然後企業主 很熱心的介紹他跟其他企業界的人碰面嘛 那這時候舉止的角色就出來了 那 這個 要準備嘛 對 他有兩次經驗喔 那一次的經驗是這樣子 因為介紹的都是同一個產業的老闆 就是一個工會啦 是 工會 工會都是董事長才能當工會的成員嘛 那講啦 好 那他們就試一下商量說 那 這個要怎麼包 給同一個數字 對 一百 一人一百 都一百 我之所以講說 有的人還在台灣 還在台北市 是 是因為 這個公會都是台北的 對 那 那 那怎麼給呢 不會在吃飯的時候給嘛 所以呢 就會打電話聯絡一下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講 是橘子姐去拿的 是啊 我腿都軟了 那個不是 那個怎麼會是橘子姐的 人家以為是 小男生啊 我現在都叫他姐啊 因為 他們 他們都是最近看到他的照片以後 才驚覺那個人是橘姐 才知道他叫橘姐 他就在我心目中去高商養子了 看到照片 過去這一個禮拜看到照片才知道 原來他是許子 因為 就要打電話聯絡嘛 要趕快處理嘛 那 他就做 他是有司機載他去的 然後那個 那個老闆的 地下室有停車場 對 就派人下去接他就上來 上來之後呢 就會見到老闆嘛 對 然後老闆的助手就把一袋東西 我不知道是用紙盒的還是什麼的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也沒有問 就交給了這個徐子瑜 做這種事是最信任最信任的人耶 所以你就知道他多重要嘛 他也可以經手嘛 那因為你要一個一個跑嘛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時候 時間大概就是2022那一次吧 因為我這個朋友呢 我這個長輩呢 2023年以後就不在台灣 對 所以2024這次的選舉 應該就跟他無關 對 那2022之前呢 這個 因為柯文哲還是市長 對 所以市長又打電話來了 又來 好 那當然就是要再準備嘛 那第二次我不知道多少錢 對 我不知道 那一樣 就舉止 拿著 就直接上車了 這次好像不是在地下室 是 就拿到東西就直接上車 所以上車又怎麼轉交 交給誰 這個我們不知道就不知道 那 在台北市 從 許子瑜的相片曝光那個開始 大概我們最近都會有機會聽到 哦 原來他就是許子瑜 哦 你去看企業界的 因為企業界大家如果有機會遇到這些 台北市這些企業老闆 他們在聚會的時候 就會談到這個事情 哦 那這裡面就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 這個錢有沒有進民眾黨 第一次的時候是以民眾黨成立的名義 對 那因為這些人的名字應該都不會出現在 民眾黨的政治獻金裡面 是 我講的這些人裡面比如說 有些企業主 他是 藍綠白 關係都很好的 我聽到的 類似這樣子工會 以工會為單位的 不是只有一個 對 那 誰在中間穿針引線介紹 誰去安排 這個 也許可以了解看看 是 就是 負責去 最後要去拿 拿東西的 是橘子 他們就是看到之後才知道 所以故事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些錢呢 你知道一個工會的人也不算少 對 不會只有三四個 那這些錢去了哪裡 不知道 是有入戰還是入口袋 本來是要給民眾黨的 對 那是我在想說 周一修他們去 因為周一修那時候不是秘書長 周一修到底知不知道 柯P幹過什麼事情 我覺得不知道 所以 我覺得他們有點可憐 就是他們又要幫柯文哲辯護 但是他們什麼事 他們知道的事情其實很少 是 真的很可憐 好 好